全球半导体供应危机导致银行卡的重要组成部分芯片异常短缺 您可能得更加保管好自己的卡片了 半导体行业缺货的情况是于2020年 且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对半导体行业更是雪上加霜 因为乌克兰是芯片材料奶的生产大国 去年夏天智能支付协会就已经警告银行卡芯片的短缺情况将在2023年持续 且在最近小型银行和信用社已经向消费者建议 应该更多地使用手机智能支付的方式来因应芯片短缺不断加剧的情况 Bankerate高级行业分析师Ted Rossman还表示 民众需要更多时间去适应例如苹果支付或谷歌支付的无接触付费方式 智能手机绑定银行卡付款可以让消费者的信用卡片 在芯片短缺的情况下更加安全 东森新闻团队洛杉矶报道